这个是跟我们很相关的 非常相关 就是说这个刘律师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消息 说这个下周 我们的这个洛杉矶的地区 就要这个重新的开放 然后这个健身房和电影院都要开放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的 我觉得这样早就应该开放 这样的时候 除非你自己呢 像拜登之前要住在地洞里面 从来不出去 对吧 只要你出去上班的工作的 然后呢买东西的 每个人要么已经得过了 要么就是说 你自己身体里面有特别的东西 你也不会得的 对吧 你看了 对你就是换句话 你要么得过了 你有抗体了 或者说你这个人身体里面 你就是说你本身毒性坚强 那个新冠病毒看到你说 兄弟认你好 我闹路走 所以但是这个 现在开放这个事情 就因为刘律师 这个我们知道 现在疫苗毕竟还是接种的人 没有太多 那么你觉得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开放 对于 其实有很多朋友 他是还是会很担心 所以现在开放 这些场所会有很多人出来吗 还是说因为有些人 没有打疫苗 他还是会担心自己会感染 所以开放其实 并没有更多人会出来消费 我觉得很多人会出来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 第一有人打过疫苗 第二的话 很多人他之前得过 他得过的打过疫苗是一样 他身体里面有抗体 对吧 打疫苗 他的目的是有抗体 不会得 得过以后 也表示有抗体 也不会得 对吧 这两种人会出来 第三种心理想 反正你们都有抗体 你们不会传染我 所以我也出来 对 就是如果是大家都打了 我没有打的话 其实我出来也是OK的 也不会有这个 这个患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么这个 但是其实也有人说 就是说现在的开放 对于 特别是对于加州 加州来说 因为纽森的这个罢免的 这个一个签名 已经是逐渐再选 就是签名的这个征集已经到了 所以呢 就是说在 我们就在前两周 他就已经开放了 马上开放了户外 在那一段的时间 就有人说 他是为了保住自己 加州州长的位置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全面开放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Newson 其实是一个老油条的政客 很简单 因为之前也是 之前说外面多危险 千万不能出去吃饭 一定要注意安全 说的声音俱下 我差点就信 结果两天之后 新闻出来说 他自己跟他朋友 呼朋狗友 跑到一个高级餐馆 叫French Lounge 大师大 胡吃海喝 吐沫乱飞 心惊爆跳 像我现在这样 对在纳帕的一个米其林的餐厅 就说然后那个时候 对 他其实也没关系 他可以这样说 他说虽然外面现在 我作为州长 我必须告诉你们说 外面很危险 你们不能去 为什么呢 如果我不这么说 你得对 你会怪我的 为了不让你怪我 我就告诉你外面很危险 但是我自己是不管的 我要跟朋友 每天到面 胡吃海喝的 对吧 你相信我就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也可以理解 对吧 对不对 这就行了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 政客嘛 就像你说的 这个油华的政客嘛 对不对 这个总归 总归是 总归是要这个 拿一套说辞来 这个迷糊我们的这个民众啊 那么 这个下面我们就说 这个下周啊 因为我们说户外 其实已经 两周前就已经开了 那么 下周要开的就是这个 唐室了 就是说等于说是 你可以坐在里面 坐在屋里面 来这样的一个吃饭了 然后那个 健身房和电影院都开了 那么这些消费的场所啊 就是说这个我们认为 开放的话 其实对民众来说 也是好的 如果像刘律师说的啊 这个大家其实互相之间的传染 这个几率减小的话 其实刺激消费 也是帮助美国经济的 一种方式啊 但是这个 您觉得学校在这个时候 应该开吗 刘律师 我觉得是这样 那个学校的部分 因为现在有什么情况呢 因为就要放假了 对吧 所以五月份就放假 现在已经三月份 两个月就放假 对 那放假就放两三个月 对 所以 现在很多学校的做法 据我了解是这样 很多学校呢 比如说 那个 圣马利诺学区是这样 他让你选 对吧 你可以来 也可以不来 但是呢 就比如说 圣马利诺一个小学 Cover我知道呢 至少是 他说大部分的学生 还是选择去学校 第一 你有选择可以去 可以不去 但结果呢 大部分学生 还是选择去学校 你觉得他们 为什么选择去学校 是不是因为 在家里的效果 还是不行 我觉得第一 家里的效果是不行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 因为疫苗呢 它很快就出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大家呢 就觉得 现在跟之前相比 就是说危险减少很多 第三点呢 本来呢 小孩子 感染 年龄越小 感染新冠病毒 气候越少 我知道 就是说这个 其实也是我面临的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学区 现在也是准备 而且开的是小学 就是从这个 4月12号 要开学 我现在这个 对于我来说 我非常的犹豫 就是因为 我确实不太想 让我的孩子 这个在这个时候 去到学校 因为小小学生啊 他才二年级 我认为他对于 自我的防护 包括保持卫生的习惯 都很难 而且呢 如果是 我们也是选择 就是你可以在家 或者是去学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老师是很难 兼顾 照顾网上的同学 和课室 教室里的 这个学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比较担心 所以刘律师 你觉得我的担心 有必要吗 或者说 你要怎么样 劝慰我一下 我觉得担心 非常有必要 哎呦 为什么呢 这样来说好了 我觉得每个人呢 这个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这个里面没有对 也没有错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来说呢 就是尤其现在 学校即将要放假 这么个情况 我个人觉得 不如这两个月 就撑过去 就不要去了 再等半年之后 到时候呢 已经每个人都已经打疫苗了 或者说不打疫苗了 已经身体有抗体的 那这样的话会更安全 是这样 对 是的 我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因为你说四月份开学 然后五月份就放假了 你这一个月有什么意义吗 而且还这一个月 还会让孩子增加风险 但是我为什么说我犹豫呢 我是确实是觉得 就是说这个在家里上课 他相当于这一年 已经全部荒废了 就说真的是 对于小孩子来说 在家里上课 真的是太难了 就是家长如果不在的话 他随时都可能走神 然后有可能 还有我儿子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会把这个 摄像头关掉 就是关掉不让老师看他 然后今天的老师 就会给我发短信 说这个我看不到 那个谁是谁了 麻烦你让他开一下 然后就这种状态 所以就说 如果像我这种上班的 我就没有办法 在家里实时的督促他 这个 所以这就让我很矛盾 但是呢 这个相比于 就是说患病 或者传染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话 可能我最终 还是会选择 让他在家里 把这个学期读完 虽然我不知道 这样是否正确 但是作为我一个 母亲来说 我是不希望我的孩子 承担任何的风险 我们也知道 现在的疫苗 是无法给16岁以下的孩子 施打的 所以就说 这个就是现在 我这个比较 让我挠头的一件事情 那么疫苗本身 我想问一下刘律师 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到 昨天的这个 拜登总统的 他的这个讲话里面 其实有讲到 五月份的时候 可能全民都可以接种了 而且不分这个先后 所以您觉得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一个 应该是个好消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好消息 至少你有这个选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的观点 我觉得其实现在 百分之 至少百分之90以上的人 要么已经得过 然后呢 自己不知道 要么呢 已经打过疫苗 然后呢 要么呢 其实不会感染 就换句话说 不管你是哪一种 你都没事 因为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在流动 你去学校也好 你去上班 你上班 你到超市买东西 你到餐馆去买外卖 其实人跟人之间 这个接触非常频繁 紧密 我觉得现在 其实已经做到了 全民免疫 哦 你认为已经到了 这个这个程度 对 是的 就换句话说 如果在这里面 当然美国也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呢 就是说那种 有的人他身体的抗体不够 或者他身体的本身 一方面缺乏 得了之后 加到其他的症状 有的死掉了 但是没死的 到现在像我这样 大嘴狂奔 轻轻乱跳 不是没事的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 那对 是的 是的 我觉得是完全不用太担心 完全不用太担心 很多人呢 实际上呢 其实我了解了身边很多人 他说 他有短暂的失去 这个味觉 一天两天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他已经得过了 哦 或者有的人 什么呢 就是说 我到现在 是症状 对 对 有的人说 我到现在啥事也没有 啥事没有呢 是表示什么 是你已经得过了 只不过没有症状 并不表示你没有得 因为为什么 正常你上班也好 你这个超市买东西也好 然后呢 有时候朋友聚会也好 对吧 然后去纽森去吃的那个 French Lung 大吃大喝也好 他永远是那种流动 接触 传染 你不可能不得 所以他是一个传染病嘛 所以就说 在流律 其实但如果按照流律 是你这样的理论的话 是不是我们很 我们其实应该更早一点 就应该全面开放 那对是的 我认为是这样 那你觉得就是 你如果太早开放的话 你要不到钱 对吧 所以你得 还是跟钱有关 一切都跟钱有关 Follow the money 对 所以这个看流律师的节目 就是说 这个改变我们的 too young too simple 所有的东西都要 想深一点 就都跟钱 跟选票 这个挂上钩 就对了 在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 五月份可能很多的 这个疫苗 就可以全民的施打了 但是之前我不知道 刘律师有没有注意过 一个现象 就是我知道的 据我所知的 在疫苗一开始 就优先这个 就有优先级别的 这个接种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下 有很多人 他是插队 白打疫苗的 我想请问一下 刘律师 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是他们太爱命了 太爱惜自己的生命了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们太傻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疫苗 它本身就是毒 因为为什么呢 他这个打疫苗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 以毒攻毒 疫苗为什么可以干掉 新冠病毒 可以预防新冠病毒 因为疫苗比新冠病毒 还要毒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有人打疫苗 第二次打的时候 打得痛苦欲生 打得那痛苦流涕 打得奄奄一息 打得几乎一命归息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比新冠病毒还要毒 就换句话说 这两个里面 你选一个 你打疫苗 是实际上打一种病毒 进入于身体 新冠病毒也是毒 只不过疫苗更毒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还要打疫苗 律师赞得这个说法的话 我干脆得新冠病毒 因为这个 至少不那么毒 我觉得这里面 不同在什么地方 就打了疫苗之后 至少给大家的感觉是 虽然痛苦欲生 虽然痛苦流涕 但是不会死 如果你得个新冠病毒 你可能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可能会死掉 这是不同 所以换句话说 你选择打一个更毒的毒 但是前提是不会死 当然也可能死又人死了 机会可能是十万分之一 然后你不打疫苗 你得新冠病毒 然后你的症状反应不会那么强烈 但是你死的机会可能是万分之一 那可能是十万分之一 其实都区别而已 所以刘律师 你会去打疫苗吗 不会 所以你觉得你已经得过了 对不对 还是觉得你百毒不侵 我觉得是这样 答案只有一个字 BOTH 这个刀枪不入 百毒不侵 但是就是说 疫苗的确实 我认为还是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不会 说实在的 我不太想打 因为我不自己本身 是一个过敏的体质 然后这个疫苗的 有关过敏体质的人的 这些副作用 还是经常能看到 所以我自己还是有 很大的一个担心 然后你看老板也体恤我们 所以让我们在家里上班 这样的话 可能接触 接触的这种 人群的这种 就会少一点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 目前来说 维持现状 而且我也听说 很多的接种疫苗的朋友 包括大家谈 里面聊过这个话题 然后网友打电话过来说 第二针确实是反应非常大 有一些朋友是连续一周的 重感冒的症状 就一直有这个症状在 然后还有第二针 施打的当天 就是头疼 发烧 然后浑身无力 然后肌肉酸痛 就是反应非常大 当然了 按照有一些医生的话来说 就证明它对你有作用 因为你的身体的免疫力 在跟它做一些抗争 在表现出来 在有反应 这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疫苗本身 你说怎么样表示 我告诉你 怎么样疫苗表示 疫苗100%的效力强劲 就是打完疫苗之后 立刻就挂 表示疫苗更有用 刘律师你不能这样 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 还是要打疫苗 如果是身体上各方面都OK的朋友 还是要去接种疫苗 因为最终的话 如果很多人打完疫苗之后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真正的群体免疫的话 还是对我们的恢复正常的生活 很简单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要通过打疫苗实现群体免疫 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实现群体免疫 打疫苗我觉得只是一个套路 为什么打你要多少人打疫苗 然后这个公司这些公司大的制药公司 疫苗公司要挣多少钱 并且打完之后你可能以后还要打 所以你一辈子就被套牢了 说吧你这个意思 我又too young too simple了 是吗 律师 就没有替这个制药公司考虑 好好好 以后要向律师多多的学习 但是这个完全在个人 今天就是跟我分享的 我们的观点是我们自己的 朋友们你们的观点是你们自己的 所以要不要打疫苗 然后要不要送孩子去上学 这个都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非常的平安 能够批批安安的 才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 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至少 我觉得如果打疫苗之前 我个人建议 就是说你是要去检测一下 看你有没有得过 有没有得过 至少有没有能够检测出来 其实换句话说 我觉得大部分人 百分之90以上 我觉得都已经得过 就如果你没有得过 那么你说打疫苗 我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已经得过 说明你身体里面已经有抗体 那么这样再去当 没有必要 我觉得就见了一见 知道我可以这样 没错了 所以这是刘律师给大家的建议 而且我也觉得确实可以去做一些检测 现在检测的手段也很快 然后也是免费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想法来做选择 是好 那么今天谢谢刘律师 给我们分享这几个话题 辛苦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穆小姐 是的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一周龙珠会 每个周五下午五点 我们都会在这里 请刘律师给我们热辣点 那么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给我们点赞 或者是在评论区 留下您的问题都可以 我们会跟大家 直接在网上来进行一个互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周龙珠会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